蓬佩奥出于一己的政治私利 颠倒黑白 他的险恶居心 早已大白于天下 我们正告蓬佩奥之流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都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回击 也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蓬佩奥出于一己的政治私利 是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 颠倒黑白 颠倒谎言 目的是误导舆论 扰乱世心 进一步破坏中美关系 损害台海的和平稳定 它的险恶居心 早已大白于天下 我们正告蓬佩奥之流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都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回击 也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接触 和军事联系 停止任何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和中美关系的沿袭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